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钟继荣 美国官方周一证实 美墨边境的游客信息遭到黑客侵袭 超过10万张的旅客照片 以及汽车牌照资料被盗取 一时间社会开始再度之一 联邦政府是否有效保护个人信息 海关发言人表示 此次事件的原因是由于第三方承包商 违反了隐私和安全协议 联邦政府的分包商 从自己的网络中转寄了图片的副本 之后内网便被黑掉 这些照片中不仅能清楚地看到 驾车人的容貌 同时还显示出了车牌照的信息 这些资料是近六周来 旅客通过过境关口的资料 初步估计至少有10万人的资料被泄露 骸客事件发生之后 海关进行了相关的监测 截止到目前 这些资料还没有流入在暗网以及黑市中 安全专家指出 这些拍照信息原本应该用于海关监测 是否有嫌疑车辆在短时间内 频繁出入美墨边境 进行非法走私行为 而这些信息一旦被不法分子获取 既有可能对合法理由 频繁出入境的汽车进行勒索 甚至可以通过拍照信息 来锁定车辆进行藏匿非法物品 等待车辆通过边境之后 再将非法物品偷偷取走 而车主极有可能在完全不知情的前提下 触犯法律 截止到目前 海关已经清除了被害服务器和设备中的资料 并且上报给了国会 但是没有透露出是哪位合作上泄露了资料 中天中望编辑报道